韩国大型娱乐公司JYP、SM、YJ和Hype已经确立了他们在Keyboard行业的统治地位 都拥有最有才华和低位的偶像 现在想象一下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这四位巨头在同一天举办他们的家族演唱会的话 也会去看谁的演唱会呢 对于韩流粉丝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今日韩国论坛对此掀起了热议 帖子表示 如果SM娱乐的家族演唱会 由东方神奇 Super Junior Shiny So 太爷 Lady Baby NCT Aspa 宝尔的阵容出席 YG娱乐游 Bly Pink 乐童音乐家 水晶男孩 Winner Ginna Song Trader参与 JYP娱乐游 2PM Day6 Twice Strickets Mix Easy 跑阵营参加 Hype则有仿弹少年团 It Happens Lusser Film Seventeen For Miss Night Nugens TST LiSien Zico Boy Next Door 共同演出的情况下 你愿意去谁的演唱会呢 对此网友纷纷表示 我选择Hype Hype一人太强大了 我会去GYP演唱会 不过 朴正音在名单里 太搞笑了吧 当然是SM 优秀的艺人太多了 为什么想去YG的很少呢 现场氛围最炸裂的 当然是YG呀 蹦迪现场 如果Bitband Trader 21和艾坤还在 无条件会选择YG 对此 大家会怎么选呢 欢迎留言 爱的韩社 每人结束最新韩语 欢迎一赞和订阅哦